琼瑶的小说和电视剧曾经深深影响了一代人 虽然现在看来有很多情节都很狗血 但在那些年 却依旧有很多人为小说中轰轰烈烈的爱情落泪 琼瑶用她的电视剧曾捧红了无数的女明星 这些女星中有的一生未嫁 有的数次遇到渣男 有的则因爱毁掉终身 生活从来都比小说更精彩 而琼瑶剧中最可怜的女主角非刘雪华莫属 刘雪华虽然现今已经垂垂老矣 但在当年 她的颜值真的是响当当的亮 她玉秀还说的双眼 不说话就那么寒情默默地看着你 你都会忍不住心动 在八九十年代 刘雪华主演的《雅七》 《三朵话》 《烟锁重楼》等等悲弃爱情剧 风靡海峡两岸 一时风头无二 在所有的琼瑶剧中 刘雪华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她的哭戏 本来一双眼睛就好似带着隐隐水光 情绪一来 眼泪一落 更是让观众跟着悲从心来 那些年 刘雪华的名字就代表着琼瑶剧的悲情 让人难以忘却 戏里 刘雪华扮演着悲情可怜的女主角 戏外 刘雪华的感情生活 也堪比琼瑶剧女主 年幼时 有家庭爱护的刘雪华 虽然外表长得很柔弱 但她骨子里却非常女汉子 刘雪华在学校的日常爱好 也是打篮球 短跑 扔千球这样的运动 但因为有交好的外貌 还是不乏有爱慕者追求她 这期间 她把初恋献给了一个叫青蛙的男孩子 刘雪华真正的恋爱 是在她21岁时 和一位比她大13岁的陶先生交往 这段感情中 刘雪华非常的幸福 整个恋爱过程都是在宠爱中度过 这位陶先生 不但在日常生活中 会帮助刘雪华搭配衣服 就连她去打牌 也是车接车送 赢了算刘雪华自己的 输了她照单全收 后来 这位陶先生遭遇了事业的危机 差点破产 还是刘雪华帮她渡过的难关 不过后来 两人却还是分道扬镳了 80年代 刘雪华一直和秦翰合作穷瑶剧 随后 秦翰想要转型就不再出演穷瑶剧 男主角就换成了张佩华 很多看过《六个梦》系列的观众 应该对张佩华印象蛮深的 他也算是那个时代的英俊小圣了 长相也比较苦情 刘雪华有个非常大的爱好 就是打麻将 不拍戏时的闲暇时光 拍戏时的间隙 他都会吆喝三五好友打牌 不亦乐乎 拍摄《六个梦》期间 恰逢冬天 大家都不爱出门 于是李雪华就拉着于小凡 张佩华等几个演员打牌 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不久 几位好友之间就传出刘雪华和张佩华恋爱的消息 或许是因为拍戏的日子太寂寞 又或许是殷媳深情 两人仅仅交往了几个月 就宣布分手了 分手后 两人还一起出演了穷瑶的雪柯 为他们的感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张佩华是刘雪华所有前男友中 至今唯一一个还保持联系的人 一直是好朋友 刘雪华说因为没有遗憾 所以可以是朋友 在刘雪华的感情生活中 刘德凯是永远无法被抹掉的一个 1992年 刘雪华和刘德凯一起出演锋利的爱相识 相互看对了眼 两人一交往就非常高调 一个是一线男星 一个是一线女星 两人结合 世人瞩目 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刘德凯当年在台湾可是风流小王子 很多女星和粉丝都曾败倒在她的西装裤下 招惹了不少狂风浪蝶 刘雪华和刘德凯在一起之后 两人没少因为这事吵架 不过吵归吵 每次都是吵了分 分了和好 循环往复 一直分不开 最严重的一次 刘雪华因为发现刘德凯的衣服里 有其他女人的耳环 而大发雷霆 打包行李就搬到了妈妈家居住 独留刘德凯一人在家 为了挽回刘雪华 刘德凯在刘雪华妈妈的楼下 默计了三天 刘雪华才原谅她 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 刘雪华次次大发雷霆 刘德凯次次不承认并道歉 两人之间的感情 一纠缠就是六年 刘雪华爱得难分难舍 世间感情自来都是变换莫测 今天爱 明天说不定就不爱了 刘德凯这样的多情浪子 注定是不会为一个女人 停留下自己的脚步的 1997年 刘雪华意外怀孕了 两人协商之下决定结婚 一切婚礼事宜的准备工作 也都提上了日程 而刘德凯因为之前 签了一部电视剧 需要去法国拍摄 就暂时离开了刘雪华身边 怀胎数月 刘雪华独自在台湾养胎 等着刘德凯归来 给他一个盛大的婚礼 谁知 秦郎归来后 却已经变了心 再也无法挽回 刘德凯回到台湾后不久 就单方面公布 安琪是他的未婚妻 两人会马上举行婚礼 不知此时的刘德凯 可曾想过孕妇刘雪华的感受 秦郎的变心 让刘雪华不堪压力 情绪不稳 每日浑浑噩噩 在浴室洗澡时 不慎摔倒而流产 一见渣男物终身 刘德凯毫无预警的变心 让刘雪华划入了深渊 因为胎儿的月份太大了 再加之刘雪华 最近一段时间 情绪很不稳定 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 甚至有了生命危险 在医生的建议下 为了保命 刘雪华的子宫被摘除了 从此之后 她丧失了做妈妈的权利 悔恨终身 刘雪华身体还未恢复 刘德凯就和其他女人 举行了矿式婚礼 完全不顾惜刘雪华的感受 刘德凯结婚那天 刘雪华拖着还未痊愈的身体酗酒 又一次差点丧命 妈妈及时把她送进了医院 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即便发生了这么糟糕的事情 刘雪华也从未在媒体面前 说过刘德凯的一句坏话 多年后 刘雪华在谈起那段往事 只略带忧伤地说 那件事犹如晴天霹雳砸到我头上 当时真的痛不欲生 但现在回头看 其实还是因为不够爱 十几年过去之后 刘德凯和妻子安琪的婚姻 也已离婚收场 彼时 她也曾联系过刘雪华想说声抱歉 刘雪华始终拒绝再次和她碰面 刘雪华心里还是有恨的吧 1999年 刘雪华重新振作开始继续拍戏 认识了编剧邓玉坤 此时的刘雪华 用哀莫大于心思来形容也不为过 整个人没有什么精气神 但邓玉坤见到她之后 却深深地爱上了她 无法自拔 因为是编剧 本人非常有才情 就开始不断地给刘雪华写情诗 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几个月之后 刘雪华终于被邓玉坤感动 答应了和她交往 1999年9月19日 象征着长长久久 他们结婚了 此时 刘雪华已经40岁了 她最好的青春年华 虽然已经随风逝去 但她内心却充满了 对未来生活的期盼 婚后 邓玉坤对刘雪华宠爱有加 完全把她当小女孩一样宠着 刘雪华足足胖了8公斤 时常吵着要减肥 邓玉坤虽其貌不扬 但本人却非常有才华 而且她非常会利用这一点 制造生活中的情趣 每次只要惹了刘雪华不开心 她就会在家里的脚脚落落贴情诗 刘雪华随时都会看到 就会被她打动 气也就消了 有一次 两人吵架之后 刘雪华就生气地出门了 在朋友家一连打了一天麻将 回到家之后 看到家里到处都贴着我爱你 而邓玉坤则委屈巴巴地看着她 她的心一下就软了 就再也气不下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刘雪华开始关注养生问题 不但拉着老公吃健康水果餐 还会拉着她一起跑步 两人一起面对老去这件事 毫无负担 有一年 邓玉坤突发肺炎住院治疗 从不信神佛的刘雪华 却踏遍台湾数得上名号的寺庙 虔诚地祈祷 为此 她开始吃素 就这样 两人幸福地过了12年 2011年7月4日晚上 刘雪华觉得很累 就提前去卧室睡觉了 邓玉坤则自己在客厅看电视 刘雪华一觉醒来 发现老公不在身边 就开始满屋子找她 只在窗边找到了 邓玉坤的一只拖鞋 刘雪华慌神了 开始给亲友们打电话 报警 心理不好的预感越来越重 果不其然 邓玉坤坠楼身亡了 警察勘察现场发现 他不是自杀 也不是他杀 而是无意坠楼而亡 刘雪华家里的卫星信号 一直不是很好 维修了多次也没有什么改善 邓玉坤会时常自己去窗边调试接收器 意外就发生了 刘雪华的人生又一次经历了剧痛 那个爱了他 宠了他12年的男人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刘雪华搬出那个家 藏起老公送的礼物 看都不敢再看一眼 独留下两人一起养的一只贵宾狗作伴 后来 这只狗狗又产下了两只小狗 成为刘雪华陪伴在侧的必需品 不管是拍戏还是去哪里 他必定要亲自待在身边照顾 不假他人之手 不管生活有多残忍 活着的人还是要咬牙前行 为了走出伤痛 他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先后参演了真穷传 锦绣魏央和陆真传奇等剧 此时的刘雪华 已经没有了昔日穷瑶剧女主的光环 饰演的多数是一些大龄配角 他却毫不在意 依旧很敬业 心态也很稳 看遍了世间的繁华和落寞 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和大悲 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刘雪华终胜无儿无女 无一人陪伴在侧 只愿他在未来的日子中 身体健康平安顺遂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